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B2B阿里的频道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来跟大家汇报一下 今天在比特币大会上 那么发生的一些事情 以及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感受 那么可能今天的不是很有巧理 但是这是我最真实的一个感受 我希望在今天睡觉之前 把这些所有的事情跟大家都汇报一下 那么希望对大家的投资有一点点的帮助 也希望我今天的这些阐述 能够帮助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投资 好,那今天的最大的一个感受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比特币大会现场 我认为的,我来之前 我进这个会场之前 我认为应该是年轻人居多 那几乎是 我觉得几乎是看不到一些老年人的 那事实呢,恰恰跟我想象的相反 那么今天的,我觉得至少有三分之一 是65岁以上的老人 那现场我还碰到了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 在排队,在我的后面排队 那么这种种的迹象表明 这是美国的投资者 他们年龄分布还是非常均匀的 那之前我们都认为 美国的投资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 那我自己看自己的这个YouTube后台的数据的话 那么是25岁到45岁 这20岁之间的这个集中度啊 非常非常高 那但是呢,可能呢 是因为我是用国语来去讲解这个视频的话 那么我后台的这个统计数据呢 可能不能笼统的去涵盖所有的美国人 那么可能英文频道的这些博主呢 他们的后台数据呢 能够更加轻这个准确的去看到这些数据 那么美国的老年人在深入的了解比特币 而且呢是比特币最大主义者 因为今天的开的会呢 就是比特币而不是什么山寨币啊 那么他们亲自来到这个比特币的会的现场 然后去听一些这些 比如说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 有ETF基金的 有矿工的 然后下午的时候有这个麦克尔西勒 有RFK还有木头姐 那么这些大咖呢 来讲解这个为什么去投资比特币 然后比特币的未来是什么 甚至呢今天还有斯诺登的一个演讲 就是涉及到一些网络安全 涉及到一些这个怎么怎么样 反正这个whatever吧 反正就讲了很多很多事情 那么这是给我的最大一个感受 就说明啊 美国的这个比特币的投资者呢 年龄分布非常的均匀 而且呢老年人并不在少数 那这是我今天的最大的一个感受 那接着呢第二个感受呢 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安全啊 安全安检啊 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那我等一下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 那么现场安检呢 就是在主会场呢 这个有一个大的音乐厅 能装大概八千人左右吧 那么这个会场呢 有两道的安检 那第一道安检是进这个building 进这个建筑 这个音乐厅 进这个之后呢 也要想进这个再想进这个主会场的话 那么今天呢 是呃安检非常到位 不亚于去上这个坐飞机 做安这个安检啊 所以说这个安检还非常到位 而且明天的明门的规定 明天的所有人都不准带包了 那今天还是允许 呃 就是你在注册完之后呢 他还会给你一个tot包 一个很小的一个布包 写着这个比特币啊 这个字样的 但是明天的这种布包都不允许带进去了 那就是你可以带一些水啊 带一些这个 就是手拿这些东西 但是呢 不允许带包了 呃 这是一个事情 因为呢 是明天这个下午的时候啊 那 Donald Trump呢 又会再次去进行演讲 所以说我觉得 主办方呢 会呃 说这个你 呃 不管怎么样 就是在我这里呢 不能出任何的安全事故 尤其是Donald Trump前面的刚刚遇刺 那么这一次呢 他们的安全的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啊 那么接下来我说一下这个Michael Saylor Michael Saylor给我的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就是一进会场 他这个开始演讲的时候呢 那么整个会场所有人起立呃 鼓掌呐喊 呃 然后很多人去拿着手机呢 去给他拍照 呃 那么这个大家起立的这个时间呢 是持续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 那说明Michael Saylor在呃 今天这个比特币大会的现场 在所有的观众里面这个心目当中呢 还是当之无愧的一个比特币的呃 怎么叫digging啊 就是最大主义者吧 就是相当于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教主一样的一个东西的存在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符号了 那么Michael Saylor在今天的演讲当中呢 他也是做出了对于比特币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预测 那么也是让我大跌严禁啊 他说2045年的时候 那如果说行情走得非常好的话 那么在2045年的时候 比特币有可能会达到4900万美元一枚啊 你没有听错 4900万美元 这是我从来不敢想的一件事情啊 当然了 他也有一个 他的预测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价格 应该是300万 也就是说从300万到4900万美元之间 这个区间 那么他有一个这个熊市 如果说到2045年的时候 是熊市的话 就是在300万 那么如果说2045年在大牛市的话 那么就是4900万美元 而且呢 他说这个MicroStrategy这公司啊 非常容易复制 对吧 那么据说我们就是有钱就买比特币 有钱就买比特币 你个人呢 是可以复制 非常非常简单 也很轻松 那么你公司 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 你也可以复制他们的模式啊 非常简单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主权国家啊 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外债的话 那其实他就是暗指美国 那最后他也不装了 就直接说 如果说美国 是要复制他们公司的模式的话 也是可行的 然后呢 给出来了一些数据啊 那等一下我在视频里面 都会贴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场拍到的一些照片 那MicroStrategy就是 整个的演讲的过程呢 真的是 非常的让人激动人心啊 就是毕竟大家 这个参加这个会议的 毕竟大家都是比特币的持有者 那么听到MicroStrategy这种 非常非常Bolish的 这种非常看涨的这种态度 那大家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而且呢 这个MicroStrategy讲话的整个过程 大概持续了40分钟左右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特币的价格呢 就是涨了好几百美元 那紧接着呢 就是木头姐了 那木头姐 给人的感受就是 整个会场就是表现的非常平静啊 木头姐来了之后 大家就是鼓一下涨 然后呢 整个 他的是反弹节目 有一个人 问他问题 然后这样子进行下去的 整个过程 非常的平静 然后我记得的话 没错的话 应该是两次鼓涨 整个过程大概30分钟 有两次鼓涨 讲话没有任何的 值得让人就是鼓涨的地方 就是非常的平淡无奇 那这是我对木头姐今天的一个表现 那么紧接着呢 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 也就是RFK 那么RFK在今天的表现呢 也是让人非常难忘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听到这个人讲话 因为他的嗓子是有一点问题的 那么我听他讲话 就是他有讲话 有一点像哭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现场听到他这么说话 我自己 就是有一种那种 酸酸的 就是心里面酸酸 鼻子一眼是酸酸的那种感觉 就是也想跟着一起哭的那种感觉 他的声音有一点像那种乌液啊 就是哭的那种乌液的感觉 但是呢 他讲的还是很好的 他讲的非常好 而且他给明天的Donald Trump 做了一个铺垫 也就是说Donald Trump 明天有可能会说出来 要把比特币列为美国的这个战略储备资产 那所以说大家对明天Donald Trump的这一点呢 还是期望非常高 那么小罗伯特肯尼迪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入场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人也都是起立 久久都不坐下来 几乎前面五六分钟 大家都是站着听的 中文字幕电话 Hello Bitcoiners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感受对不对 从这一点上来看 小罗布特肯尼迪他的民调 如果说网上只有10%的话 我是非常不相信的 绝对不会相信 我觉得他支持率远远应该是大于10% 但到底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只有在11月份的大选的结果出来的时候 才会看到 这是我看到的是主会场 我上午听了两场 然后下午几乎没有断掉 罗布特肯尼迪讲完之后 我们才出来 后面还有大概有两三场 但是我们没有听 因为时间太晚了 主会场之外 外面有个展厅 展厅外面今天来了非常多的 跟矿机有关的这种企业 不管是做什么样子 提供矿机服务的 挖矿服务的 还有一个提供给狗狗币 要提供矿机的这种服务的一个公司 我今天还跟他们聊聊了 非常有意思 那么整个的展厅里面的 我没有听 但是那里面也有很多的讲座 我没有去听 明天看看 有没有时间去听一听 好 那么我觉得今天的感受 就差不多 啰啰嗦嗦 跟大家讲这么多 因为毕竟 我觉得趁热打铁 把我自己最真实的一个感受 赶紧的表达出来 希望 我的这种最真实的感受 能够对于大家 投资比特币 投资加密货币 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 比特币 今天的涨势 还是不错的 今天 刚刚结束的交易日 是涨了3.26% 涨了2000多点 差不多就把前面三天 三天的这种湿地 都收回来了 如果说明天 Donald Trump继续 把比特币 带向一个高峰的话 我觉得明天 有可能会冲7万 我们看看 明天下午的时候 Donald Trump如果说 他说 我如果当选的话 那么我要把比特币 列为美国的战略储备资产的话 那么会不会一口气 让比特币占上7万 这是我们明天 最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内容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